带着银框眼镜上书由头 过去每回跟着哥哥 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 并肩正在中心位置 他就是国泰陵园集团三太子蔡振宇 离开金控军将近15年 最新却传出有意买下 安太盈跟金成盈 他难忘情于金控 以及说他满手现金 这是他想要令阻金控的 最主要原因 不过对此金成盈跟安太盈 都发重训不予评论 国泰金则是低调说 没有办法回应 而蔡振宇虽然作为 林园集团三太子 但当年分产没有出现豪门八点党 因为爸爸蔡万林很公平 他跟大哥蔡振达 二哥蔡宏图三个人平分 曾经的国泰金 还是由蔡宏图当董事长 蔡振宇当副董 一个稳重谨慎 一个执行力强 但却在爸爸过世六年后 突然辞去所有职务 把股权全卖给哥哥 变现800亿转向投资 不动产 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这处在台北101附近的 指标性豪宅 那他曾经夺下 信义区最贵豪宅宝座 单凭是上开了270万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戒备森严 也相当的低调 传出还只卖朋友跟熟人 蔡振宇投资房地产眼光精准 甚至在业界还有微风的 雨宰称号 从信义区到标下国泰菜家 立地不断 而这回传出想回国金融业 收购安泰银金城银大部分股权 至少需要斥资400到500亿 投行圈看财力不成问题 但目前旗下没有金控 并购恐怕挑战多 或许也是想复制金融加上地产 结合的成功经验 蔡振宇作为神秘国泰三公子的身份 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同产新闻网站红 彰化真日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